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主播祥宇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首先要带大家看到的是 2月19号 明天就是24节气当中的雨水了 宴雨有云 雨水绵延是风年 农夫不用立耕田 意思是说雨水日 若是下雨的话 就预造了年成丰收了 雨水这个时间呢 降雨开始增多 春雨绵延 那容易下雨的关系 农民呢就开始翻土耕种 正期盼有雨水降临 因此啊就将这个节气 取名为雨水 那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全台各地都有一些的降雨 不过呢中南部的雨势 停缓的比较快 在下午呢普遍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中北部呢持续都受到云层的影响 其实啊还是绵绵细雨的 那预估呢 其实天气的变化来讲 就受到了东北风 南下的影响 尤其是明天开始寒流南下了 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到了 明天寒流南下 配合上华南云系的移出 就会造成全台的本周末 天气都不稳定 而且明显的有降温了 这波降温呢到周一之后 开始比较减缓一些 但是呢周三左右 还是一样的水气移出 因此啊中北部仍然会持续有 正雨到下周的末期 星期六星期日 天气才会变得比较稳定 因此还是要请北部的朋友们 特别留意到 以及全台的朋友们 都要留意到这一波的明显降温了 来看到降雨的分布 预估呢在今次的夜间 中北部的降雨仍然是比较持续的 但是中南部天气会比较稳定些 但是到了星期六 随着寒流大举南下 配合上水气的移出 其实各地都有发生正雨的状况 尤其在星期日的累积雨量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呢当这些云系移入的时候 部分时间点呢可能云系稍后的关系 正雨的强度会比较大 要请大家留意了 这波降雨在礼拜一停缓之后 很快的周二周三又有水气移入了 不过第二波的水气移入呢 影响的时间主要呢 还是在周二周三之外 它的位置是在中部以北 影响的范围呢 中南部就不太明显了 后续来说大概要等到星期五 这个东北风比较明显减弱之后呢 下周末的天气才会回复成 全台较稳定的状况了 来看到降雨的模拟图就可以发现 本周末六日当中呢 累积的降雨在整个西半部来讲 会是比较多的 尤其呢迎风面的位置 因为这一波的寒流 明显加强的关系 甚至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机会出现降雪的状况 在本周末的这两天当中 而且呢北部的地区 由于气温比较低的关系 有机会可能在2500公尺 甚至是该更低一些 也有机会出现飘雪 但是请大家特别留意到了 虽然下雪很令人兴奋 但是交通安全 以及呢道路的预警性封闭 都有可能会阻碍您的出游 建议本周末 其实天气不太稳定 并不是适合出游的好天气了 在星期一星期二呢 降雨的状况会慢慢的往北部收拢 降雨的情况会减缓一些 但是呢以北部来讲的话 星期二星期三迎风面 还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震雨影响了 刚才特别提到降温 这一波的寒流呢 降温非常的明显 最低温的时间点出现在周日 但是呢星期六就开始降温了 所以请大家明天开始就要特别提防到 本周末的气温都是偏低 尤其呢北部的低温 有机会出现10度 部分的阴风面空旷地区 甚至有10度以下的单点低温 发生机会要特别留意 星期四的晚上 星期一的清晨 预估是这一波降温最明显的时间点了 在中部的预报图也可以看到 其实降温也有机会出现11度 甚至是空旷地区11度以下的低温 要特别留意到周日周一这一波寒流 气温有明显的下降 南部也同样类似 尤其呢受到正雨的影响 其实呢白天的高温也回不来 但是呢星期二星期三 云气移出之后 气温就回升了 就恢复成这种日夜温差大的形态了 来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报 预估本日晚上 中南部的天气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中北部呢持续有正雨的状况 空气品质倒是维持在良好的等级 到了明天白天来讲呢 寒流开始南下 因此各地的降雨开始出现了 受到雨逐作用的影响呢 各地的空气品质会稍微比较好一些了 最后几点重点提示来提醒大家 在寒流南下 气温明显降低的影响之下 还有配合水气增多 华南云与带的一路呢 使得全台都变成湿冷的天气形态 特别要留意到风浪也因此有所变强 海上作业活动或沿海活动 请特别要留意了 在周日是这一波降雨 累积最多的时间点 请大家要留意 还有低温的影响 会在周日的夜间出现 那其实六日来讲 寒流南下 低温要特别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